正在岳峰不知道怎样的时候 一度绝美的身影遇空而来 掃蚀了两个人 你们来自大云的吗? 没错 业道和海长空淡漠地点头 什么道着? 我明白了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就多我们什么都没听过 绝美身影冷黑声 遇空离开 刘师姐 岳峰好急立刻就跟上去 咦?大云哥 这个又是变动的角度啊? 还有神魔道场又是什么势力啊? 哦,那位我认识的 天武宗柳青羽 是道果武者啊 怎么会提到神魔道场 他直接就离开了呢? 肯定是侮辱了天武宗啊 侮辱神通长佬 他居然忍了 这个神魔道场究竟是什么势力啊? 竟然这么恐怖 本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点赞、收藏 我们下集见 第193集 刘师姐 他们是侮辱了中文长佬啊 你怎么可以放过他们啊? 酒楼入边 岳峰生气爆爆地说了 刘师姐 明天的男人 便会放在那里 并如我表忍了 而我又要并遍 我会这样做 还需要您同意? 叝为一位 刘师姐 刘师姐 我冲失烈了 岳峰生气爆爆地说了 岳峰生气爆爆地说 岳峰生气爆爆地说了 只不过那两个人 实际很高 Unik 沉迷掌路,看掌路怎麽注置 唉,好了,那噩風先回去了 噩風嘆了一口氣,另轉身離開 看著離開的噩風,柳青原的臉色微微一影 大雲角的人來了,什麽道場有沒有來呢? 你們兩個人都說要關注一下 講完,起身離開酒樓,暗中關注葉道和許長空 對於神魔道場,他很好奇,是否真是這麽神奇? 中階神魔,千年蛇妖,百素貞 天父,行雲暴雨 神魔不滅體,天蛇神體 神魔功法,天蛇秘典,紅塵劫經 天妖經 神魔之力,天蛇吞天 可強行激發神魔本源,激發出一絲神魔之力 帝界神魔,冠雨 天父,青龍刀魂 神魔不滅體,無神體 神魔功法,冠帝神典 嘩,這個白素貞的功法為何這麽多? 江太元看著系統比的消息 道場一樣增加了這三部功法 這一個人就多了兩部神級功法 天蛇秘典在中階神魔功法 紅塵劫經,天妖經 屬於低階神魔功法 白素貞啊,你怎會懂得這麽多功法 江太元不淡定,難道這個白素貞 還真是智創功法? 白素貞已經在河裏面出來 他才不想場主真是種出法海 天蛇秘典,乃是靈蛇一族的傳承功法 天妖經,即是我妖族功法 妖族大能為天下妖族所創 沒有種族限制,很多大妖都會 那這個紅塵劫經呢? 觀智在菩薩指點,傳我紅塵劫經 到紅塵劫,但我顯然沒有道過去 唉 啊?觀世音? 江太元微微一礙,隨即就說了 做觀世音啊? 竟然給了一本低階神級功法 唉,就把你滾了,應該給高級的嘛 白素貞的面子都嚇了 長主,高級功法一般不害存的 我也想要更加好的功法 但怎可能啊? 白素貞死亡在反白眼 這樣也好,妖族功法也有了 你的天蛇血脈貴了些 但也有了妖族招牌 江太元一邊想一邊說 長主啊,你現在在哪裡啊? 我馬上過來啊 黃明明終於回信了 在天江城十里外,這裡有一條河 好的,長主,等我三個時辰 我馬上走過來 黃明明很興奮啊 蛤?走過來? 江太元看著黃明明的回信 江太元看著黃明明的回信 你鬥友看來賺了不少錢啊 不是的話,不會那麼急 想來神魔道場的 三個時辰之後 黃明明喘著粗氣 臉都紅色的走過來 欸,累了吧?不用那麼急 江太元看著黃明明 已經是足機中期武者 這傢伙很不錯啊 長主 呦 黃明明的臉都紅色 一廢手 數十本的秘籍浮染 還有一堆藥材,礦石,武器 看下這套價值多少錢 嘩,你不會是洗劫了無極鐘吧 江太元拿起攻法 好驚惡啊 這個攻法從入門到道果 還有五十餘本 還有藥材,礦石,這些加起來 都可以堆成三眼仔 武器也不凡 最差的都是先天武器 最高的是足機法器 嘿嘿,哪裏這樣啊 只不過每次再入高發電 都記得一點 黃明明乾小,急急口地說 欸,快點看看吧 你這些值多少錢啊 長主,你是不知道啊 有錢用不出去的日子 真是捕死人啊 蛤?你是被人打掛啊 江太元看了他一眼 將東西收了起來 真實 總共十三萬六千一百五十六 美元幣 你這個公費藥材等級都不高 就是兩大 嘿,不要急,還有啊 黃明明一翻手 又一隻空間戒指出現 看下這些值多少錢 蛤?這些是… 江太元素作銀 全部都是一些單約 這個是無極中每個月給你的獎勵? 還有其他人的獎勵啊 黃明明很驕傲地說 我在無極中 是鼎鼎大名的宗主弟子 一部分弟子 通通都要跟我交保護費 叫我照著他們啊 哼,好了,你厲害 保護費都收到無極中了 江太元嘴角抽了抽 馬上好驚訝 咦? 究竟還有原品單約 你這個保護費收得夠高啊? 咳咳咳,這個 竹門師兄 託我辦事給的 黃明明乾咳了一聲 原品單約 那個是道果母者才有的獎勵 一半足跡 捱生捱死得到一粒就不錯了 他黃明明還收不到道果的保護費 總價值十四百八千 你還有沒有? 呃,你住沒有啦 黃明明搖頭 這個是你的會員卡 裡面存著你的財產 總共二十八萬四千一百五十六美元幣 江太元拿出一張護員卡交給他 咳,先給我弄一份道果功法 道果意境 另外,再來三十樓先天靈氣 讓我突破啦 黃明明很激動地說 好,扣除十五萬元幣 另外到場新推出技能單 令你的技能瞬間大成 要不要弄十幾粒拍下 江太元笑吟吟地說 蛤,技能單? 黃明明眼前一兩 立即說 誒,等我突破了再說 黃明明當場煉花 一流流線天靈氣煉花 收為快速提升 短眼就衝到足機後期 還在這裡繼續飆升 煉花到十六樓的時候 足機顛峰 最後十五樓煉花 成功突破到道果初期 並且境界穩固 哈哈,從此以後 我也是道果武者 黃明明很激動地說 哈哈,恭喜 你說 長主啊,來三粒技能單到那級 黃明明毫不猶豫地說 給你 江太元點頭 再次扣了三萬元幣 長主啊,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這個會員卡傳的錢一直有效嗎? 黃明明接個技能單便問 當然了,只要我神魔道場還在這裡一天 就隨時可以用 而且你有了這張會員卡 完全可以在天網落單 我們會直接扣錢 叫人幫你掃貨過去 長主啊,再把那十五萬元幣傳進去 黃明明又拿出一隻空間戒指 嘩,你究竟做了些什麼? 搞到這麼多錢? 江太元都驚惡了 哎呀,有個傻虧 我就說了大雲國有很多天才 他就給了我十萬元幣了 黃明明笑著說 江太元讚了他 嘩,你運氣真好啊 這樣的冤大頭都可以撞到 我強烈建議你抽獎啊 哎,糟了,長主 我現在已經認識現實了 黃明明好悲乏 到初一個抽獎 欺負了他多少錢進去啊 那不是有神魔刮刮落嗎? 必做神魔卡啊 咦,必做? 黃明明心動了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194集 沒錯,必中 集合一到一百的神血或神體卡 就可以得到十分之一的神血或神體 只要一元幣就可以抽中 咦,那斯黎一百 不是,一千張 黃明明激動了 來,自己選吧 你運氣一直都很好 相信自己 你得的 是,江泰元就鼓勵了 上面又扣了一千元幣 黃明明那段選了一千張 然後開始掛掌 一刻中之後 咦,長珠 黃明明呆地看著手裡的卡片 怎樣?你抽中了嗎? 江泰元驚惑了 不會真的那麼好運氣吧? 呃,不是 我想問一下 你這張神血自尊卡是什麼意思? 黃明明舉著卡片 好迷惘 你贊了 江泰元馬上很嚴肅地說 你知不知道 這意味著什麼? 什麼? 黃明明都迷了? 這張自尊卡 到場每個月只出十張 可以變化出任何你自己想要的數字 在大雲哥 這個已經被人炒出天價了 沒有五萬以上的元幣 不用指而買到 啊,這麼厲害? 黃明明立刻興奮 快點繼續開剩下的刮刮 然後就沒那麼好運了 一千張 神血多數,神體少數 但多數都是重複的 夾夾麻加起來 勉強有五十個數字 嗯,不錯啊 你是我見過運氣最好的 除了蕭天和湯月露 江泰元微笑著說 嘿嘿,一截元幣 換了五萬多元幣 也值了 黃明明很開心 你現在還有二十五萬三千多元幣 還要些什麼? 師尼十鈕先天靈氣 我要帶回去,技能單十顆 好,還有沒有? 江泰元再次問 又扣了十五萬元幣? 暫時就這些了 黃明明把商品收入戒指 好興奮 自己這次回去 一定要好好地賺一筆 要不要拆中門任務 發賣貢獻點 江泰元就提議 不錯,現在才沒有心情拆任務 大家都忙著參與比賽 而且這裡的貢獻點 只能兌換一些垃圾 只會蝕本 黃明明搖頭 參與比賽? 是很重要的比賽嗎? 很重要的 雖然不知道這個比賽究竟為什麼 但不止是無極中 天元國甚至天武中一些弟子 都全力參與 現在大家都很忙 我這次完全是抽時間走出來 我問一句 周門的比武 散修可不可以參加? 散修不可以參加 比武到了中場 聽說會來一場各大中門聯誼比試 選出一個中門最強者 統領所有天才 前去大雲角都 不是這裡的中門可不可以參加? 可以 等一會 祥主你想做什麼? 黃明明反應過來 祥主這個意思 還想插手嗎? 看什麼 只是好奇 黃明明歪嘴 超誤信 不過這個外來中門可以參與 但參與的弟子必須有很大的名氣 黃明明走了 牆主想打聽消息 完全可以打聽到 完全不用隱瞞 特大消息 神魔道場 作為一位武者 量身打造一場騰飛之旅 黃明明一走 江太元那段 在大雲角天網發帖 要求 對方有錢 神魔道場五千元幣 長身巨頭互道三天 另外 獎勵百分百抽中 神魔字專卡兩章 此武者只需要狂 好狂 收為要求 鮮天和足跡 道果以上不再此裂 咦 祥主啊 有這樣的好事? 林青等幾位老祖 立即回覆 就是有這麼好的消息 如果諸位又有意的人選 隨時可以來 不限祖族 人族 妖獸都得 祥主啊 你究竟想做什麼? 林青繼續問 祥主是從來都不會做蝕本生意的 怎麼可能突然間這麼好 五千元幣就可以被強者互道? 五千元幣 道果強者出手一次的價格 但這次互道 長身巨頭 只需要五千元幣就互道三天 還百分百抽中神魔自尊卡 神魔自尊卡是什麼? 是可以隨意轉化成神體 神血 任何數字的卡片 這樣可以說 給了他們兩個想要的數字 我清完鐘 我林青不差錢 林青馬上說 我放家 我你家 我送 我清玉師王不差錢 清玉師王說 我大雲王失陽家 願意參與 新任的大雲王 武王楊宗回覆 各位請注意 這次參與勢力最差的 也都要有六十萬以上的財產 若有必要 甚至可能上百萬 楊宗馬上說 登林王位成為大雲之王 楊家也順利接收了前大雲王室的財產 就算扣除三成手續費 如果不還之前那百萬元幣的債 完全有能力參加 而且元寧宗覆滅之後 他們都得到一筆錢 李港出手太狠 震撼太大 以至於沒有人敢動元寧宗的遺產 我清玉師王一定要參加 妖獸山脈之物不差錢 清玉師王傲然地說 突破神通之後 清玉師王掌握了整個妖獸山脈之物 裡面的資源為他所用 真的不差錢 如果有人自認為實力足夠 可以不用強者互動 前期也確實不需要 來個道果神通之類的互動 差不多就夠了 場主 我們怎樣才能達到你的要求 當你們來了多面長談 清玉城可以直接傳送道果強者過來 其餘足的以及以下的武者 可以隨時在任何一種傳送陣過來 另外 參與的勢力標準已經定下來了 財產不足的請努力賺錢 下次說不定還有這種好事 場主我馬上過來 一瞬間 大宏角大勢力瞬間就動了 參與人選先一步傳送去東域 道果以上的武者 前往青月城 成了傳送陣 咦 這是什麼情況 陳明 6月04個人 個個都猛了 參與道場任務要求 居然要狂 好狂 難道真是好像醉夢神徒唱劑那樣 翻手反拍命格 副手福立乾坤 神魔道場長生巨頭 果然只需要五千元幣就出手了 場主究竟在搞什麼 場主 皇室的人第一個趕到 老淑人楊子玲 場主 陳拳來了 好 我定 老獅子讓他兒子參加 江泰元都懵了 喂喂喂喂 你兒子多大 你就打算叫他去 用力地索出一口氣 江泰元莫向楊子玲他們 尋聲地說 你們的任務 第一點 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 搞事 拼命去搞事 本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歡迎大家的收聽 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點讚收藏 我們下集見 第195集 咦 搞事 咦 兩個人都懵了 這隻獅子仔 蠢蠢蠢蠢蠢蠢地聽不明白 沒錯 你們要做的第一步 打敗所有宗門的天才 第二步 橫掃天原國所有天才 成為人人之曉的天才 還有呢 楊子玲就起眉了 她才不信神魔道場的任務 真是為了培養他們 第三步 在你們成為天才入面的無敵者 第一人之後公布出來 你們提升 是買了我神魔道場的商品 牆主 你敢不想叫我們幫你打廣告 但是我也都給你們福利 陳生巨頭五千元幣租借三天 那去哪裡找呢 而且你們獲得名利 我神魔道場也都沾江 雙贏何樂而不為呢 不等兩個人回答 江泰元繼續說 還有啊 神魔字專卡兩張 你們如果可以完成任務 都有 還有 你們撤租借不收三成手續費 任何獎勵都是你們的 這樣我們答應了 楊子玲的眼睛立刻叮叮聲發光 有神魔道場在後面撐著 打敗那些宗門弟子搶走他們 絕對可以翻本的 如果參與什麼比賽 拿到獎勵就更加賺了 他們的投資很可能賺回來的 對了 還有一點啊 你們要必須做到 江泰元的神色突然一沉 嚴肅地告 這一點 你們誰如果是失誤 任務終止再無參與機會 哪一點啊 兩個人的心頭一陣 立刻就問了 我要你們 不可以有一戰失敗 從一開始就要贏 而且要贏得好看 令到和街舞者 有一種無法置信的感覺 這點你們可不可以做到啊 場主放心 這一點我們絕對可以做到 但這隻獅子仔 我就不敢保證了 杉紫玲晟聪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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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槲 睡個眼蠢弯的獅子裏 唉,他真是想不明白 狮王是瘋了 找一只奶狮子过来参与 想培养自己的儿子 想到瘋了 这一点我会找狮王聊聊 江泰元的面皮抽了一下 有点胆痛 感场主,我们先买商品提升势力 买商品,下次你们不要跟着自己的心意买 江泰元拿出了一张纸 这个是我给你们定制的发展路线 按照上边来提升 你们绝对可以做到童阶无敌 并且还有一些语录 你们可以看一下 五粒神魔丹起步 技能单至少两粒童阶 神租功法,先天灵气 强化到童境界巅峰 哇,两个人拿起发展荒汗 都吸了口粮气? 这样随便强化下来都要不少钱 杨子凌现在已经是童阶初期 按照强化 亦至少需要十几万元币 没犹豫 杨子凌给了十五万两千元币 买了五粒神魔丹 两粒童阶技能单 二十楼先天灵气 成功将修围点到足机巅峰 两门足机武技大成 陈权也是一样 两个人的修围都差不多 要知道 陈权是林清的好兄弟 一直都很照顾 提声之后 两个人出声问 第一小阶段 打遍天江城同阶无敌手 你们可以分开 一个去挑战城池强者 一个去挑战附近的小租门 一步步打上去 我们明白了 等明天去吧 杨子凌望了望天色就说了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晩了 他们去到那些武者都差不多休息了 江泰元点了点头 然后就点起狮子仔 你们谁看着他呀 我现在见到他就烦了 我来了 杨子凌接过狮子仔 江阴次至日月如梭 不可以赞此的日子一闪而高 一夜无话 第二日一早 杨子凌和陈权出发了 李家的人来了 之前江泰元是说过的 给李家一个机缘 巡主 李家代表李轩就普拳 这个是给你们的材料长单 你们如果可以搜集起身 这个将是你们李家挖起之机 江泰元将一张清单 递给李轩 多谢长主 我李家一定早日集齐 李轩沉声地说 李轩也都走了 长主 我的儿子呢 李轩刚刚走了没多久 清玉师王在全宋镇出来 抹开喉咙就在里喊 江泰元的面识一刻 哈 你还知道个儿子啊 你叫他来参加是几个意思啊 哎呀 长主啊 我的儿子虽然年幼了些 但是有我精玉师 还能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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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